小空間放大樹 哈囉大家好 今天來到最後一集小空間放大樹解析 之前提過小空間的顏色、光源、擺飾等等應用 這集主要是分享小屏樹的空間規劃與收納設計 首先一般牆面是用來區隔空間 但小屏樹無法擁有太多的牆面 這時候就要利用空間層次感來達到區分空間機能的目的 可利用半格間的方式來進行規劃 例如在餐廳、廚房之間加上中道的區隔 或是用半高的電視牆來界分客廳以及書房的空間 如此一來空間視覺不會受到牆面的局限 視野會更加的通透 但又不會完全分隔兩個空間 增加各個空間互動者的可能性 也可以選用不同的地板建材或是天花板的設計來畫分空間 另外地板的高低差異或不同的色塊變化 也可以達到區隔空間的目的 像是日式風格設計就會很喜歡架高地板來取代床架 下方高度可以設計籌層來放置床包或是換機的衣物 沒錯!所以最後一個重點就是小空間的收納 妥善的運用空間將用不到的物品收納整齊 會使空間整潔而且清爽 所以在設計的時候你可以考慮多種系統櫃的搭配 有些矮櫃也可以順勢做成空間的區隔 若是要做成整面的系統櫃 櫃體可以考慮架高或是採用底部有退縮的 櫃體的頂部留空間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這樣可以看到整個天花板的完整性 空間感就不會被阻斷 有時候我們會看到櫃體的底部或是頂部的收邊 會運用鏡子的一個設計 那這個道理其實就跟我們上集提到的鏡面運用是一樣的 以上就是我們分享給大家的小空間放大技巧喔 歡迎大家分享更多我們不知道的小配方 如果最後你有什麼疑問或是想要看的主題 可以take個Hey!DH 我們會直接在下一集的完解析回答你的問題喔 小空間分享就到這邊告一個段落 喜歡這個系列的影片幫我按個讚喔 那我們下集見 掰掰